现在这滑豹长得真搭呀 应该是在画里接触和分离季段 那么到了4月17号 我家这块红热球这个品种 基本上就开画了 它属于一个比较早的滑旗 但是结果相对来说几晚的一个黄果 我不再多接触了这个红热球品种了 但是红热球给大家看下什么 就是它这种球装画特别多 就一个画素 变上有好多个小画素 这个是它更新画素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非常适合做这种弹轴出现 画素变上又出现画素 都是这种球装画 球装画 你说这种树它能没有产量吗 而且这种画素它消化的营养少啊 就我经常说的 你这个结果知足 如果外移了 那么外移那一段 它需要长大长醋 所以肯定需要消营养 每年修剪的时候 尽量往回素 看着太舒服了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